哈喽尼哥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操作 首先我们这种方法通过绘制一条直线 它的方法是通过这样的 已知直线的长度和角度 有这样两个内容 那我们怎样去绘制这样的直线呢 第一步,比如说我们已知一条直线的长度500 与水平面乘60度的角度 绘制的过程中 首先选中直线确定一个点 这个点你可以任意的来单击 比如说这儿 第二个点的位置在哪呢 那这个时候呢输入长度 比如说500 然后输入小于号角度60确定 那这条线就是于水平面乘60度 以及长度为我们已知的500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小的技巧 你可以直接通过已知点长度500 直接输入键盘的table键 输入角度60 结束这个命令 好了,这个就是整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